大家好 前几天我在同一个时间 我收到了两个我客人的一个见询 就是微信 其实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就是说感受到 就是为什么人会滴场 为什么人会滴场 来说他们都是碰到了 老师我的公司发生的问题 我到底会不会怎么样 各位他们所问的问题 都是这样 当然我是他们的命理师 当然我会跟他们讲 先看看 先把之前我给你批的东西拿出来看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问 因为之前在批命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抄的东西都当神主牌了 都给他供奉起来了 有问题 也不会先去翻看看 他的运势是怎么种的 有问题就劈里啪啦 就直接拿过来问 我就会跟他讲 我当时候一定有批你今年的财运 官运的一个特色 然后几月份几月份 请你先拿出来 然后我会请他 写给我看 为什么 我要让他知道 他现在的运程是怎样 我要让客人知道 不是一出问题 我当时候批的东西全部都不看 然后就直接 老师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批命都批假的 批命都批假的 所以 这个客人这是正常反应 但是这也是客人为什么会衰运 遇到的问题 遇到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到处东问西问的 很多人都这样 不是说我客人就是这样 而是一般人都是这样 所以遇到问题 东问西问的 他不会去想说我该怎么做 在你们言中 中容易好像是一个永远都好运 你们都没有衰运的人 各位 我跟你一样是人 对不对 我跟你一样是人 你会衰运 我也会衰运 会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在衰运的时候 各位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看一下 哎呀 财运不行 对不对 财运不行 怎样 先把跟财相关的事 全部不要去动他 你不要动 然后第二个 该怎么做 我的用神是什么 我的用神是什么 各位 客人我也是一样 都会跟你说你该怎么做 你的用神是什么 那些东西都是用在低潮时候 不是好运的时候在用的东西 那些都是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要更大量努力的去执行的东西 因为他就是在你低潮时候的一个 互生服 所以我也是一样 你有这时候看到 我低潮的时候 看到我妈全身红通通的 都是连续几天都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各位 那个就是我已经在低潮了 我已经在低潮了 然后我开始在做我应该要做的事 运一定会来 运一定会来 不好运就是不好运 不好运就是不好运 他一定会来 只是说你大量的去做了以后 降低那一种不好运的严重性 去降低 财运不好 跟你朋友最近处的不好 你已经知道了 你要最严重的吗 就是分手 需要吗 不需要 那是说一样会吵 可是 赶快帮我自己做我应该做的事 再来 就是怎样 忍过这一段时间 我说过了 在不好运的时候不要动作 你要不要解 不好运的时候你不要做决定 不好运的时候别动作 因为你那时候 做的越多 其实犯错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一般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先怎样 把我自己的用神 先大量的揽上来 然后我的用神 我的用神 当然是五行 五行 所以 我要用水 我就大量用水 然后 再来 看食神的意义 假如是笔尖 哎呀 我要好好的去怎样 经营人际关系 假如是印 我就巴结一点 就乖乖排的 印就乖乖排的 假如是要财的话 我要明理一点 讲道理一点 假如是食伤 要用食伤的 食伤的这时候 我就要赶快 或许脑袋瓜子不会太聪明 赶快 就是做一些跟食伤相关的画画 这一些的 可以增加食伤 让我的判断能力会强一点 官呢 官的话就怎样 比较 一板一眼 照规矩来 就是像这一种的特质 就是食神 就是我该怎么去面对 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 他只要一碰到问题 紧张慌张 东问西问 而没有去思考说我该怎么办 其实我一般遇到问题 我也会这样子思考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会去做了 我会去做 但是我还会有个备案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 都会如我们所愿 有的时候你官运好 你还会被离职 你还会被离职 这是很正常的 只是说他只是给你运势 可是我哪知道你们空间怎样 有的时候你妈 公司里面在内部斗争 你也跟着进去 你再被瞎扯 对不对 你官运好被fire 掉 对 那是你自己去找的 这时候官运好会变成怎样 他就容易找工作 这时候就说 我假如这样子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的第二步是什么 我的第二步是什么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在遇到那一种危机点的时候 我们会帮我们自己做的一种状况 像我之前我很衰的时候 就日主授课的时候 日主授课 那一段时间完全没有客人来 一个月才来一个客人 这时候我怎么办 我会很紧张吗 我赶快我要砸钱 打广告让更多人来看 然后来找我 我看我假如砸这个钱下去 有去无回 那时候我所做的是什么 做我应该做的是 我这时候日主授课了 我要用印 对不对 我还是一样 我是不是时间多了 我每天来研究命理 写笔记 然后让我的学术更高 不是在那边想说 我要打广告让客人来 没有 那时候我要用印 我就是 我就是这样乖乖的 整个月来一个客人而已 确实很差 没有错 可是 下个月过了以后 又开始回来了 雄风又在起了 可是我还是那个中容易 对不对 可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有很紧张吗 没有 我只知道说我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我还是照我的步骤来 然后该写文章就写 然后每天就是很认真的 既然我现在都没客人 我时间很多 我有很多资料还没看 赶快来去研究这些资料 让我自己更上一层楼 懂得更多 不会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那就是印 那表情 我日主受克 我就需要印 我就这样 结果 确实 补了一个月的印 后面就怎样 不断不断的就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谓的用神 各位你要清楚 所谓的用神 并不是在你好运的时候 他能够帮你加几分 因为你好运是真的什么随便做都会不错 而是当你在衰运的时候 你要更加强去做的 了解 因为他本来就是针对你在衰运的时候 去找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药 你今年就会有这个病 赶快 只是说什么时间点会病的比较重 你赶快这个用神 这个药 赶快吃 在最严重的时候 希望不要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这样子就ok了 当你最差的时间点过了 接下来你又有运了 你不要那些药 也自然而然的 也会比较好运 所以各位要先了解 其实在五行派的用神里的来讲 他都是针对问题下去找的 他不是针对你多好运 好运 我们身为命理师 好运的人不会来找我 对不对 每次来找我 就说老师 我最近碰到什么问题 他之前多赚钱多赚钱 他多赚钱也没找过我 他随便乱做他也赚钱 因为他好运 他衰运的时候 对不对 他来找我 你要叫我怎么办 没办法 所以各位 不是就只有你们会不好运 我也会 我也会 可是你会看到 我影片里面 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 老师 你最近又怎样了 我好像都比较着重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就是我在取运 我的运程不好 我在取运 我该怎么做 对不对 我该怎么做 还不是一样拍影片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 他本来就是因为我现在就不好运了 我说过了 我要好运要56岁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在低潮 我就做我低潮时候该做的事 就不要让我跌到谷底 这样就行了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取运的方式 所以各位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先不要急著东问西问 乱问一通 你要不要解 你那时候因为你在紧张 你的判断能力都很低 你的判断能力都很低 所以当我在紧张的时候 我也会紧张 我紧张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我大部分低了 算了 我就去睡觉 或者是去外面吃东西 因为在紧张情况下 所做的决定都很差 所以我都会先缓一缓 我都会先缓一缓 然后等到把这事情也没那么急 对不对 事情让人很急 就很像说老师 我的公司有发生危机了 对不对 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妈的发生危机就发生危机 是隔天你就被fire掉了 也没那么急 对不对 先把自己稳下来 先稳下来 花个5分钟10分钟 让自己先稳下来 再思考一下 你就会得到比较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第一件事 当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先稳下来 稳下来以后再问说 我该怎么办 公司把我fire掉了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有没有被fire 跟fire掉两种情况 没有被fire掉 很好 继续做 我假如被fire掉 知道我该怎么去做 就有预备方案 是不是我现在要怎么开始去行动 这一些都 你慢慢的就会有这一些的想法出来了 到时候真的成真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会手忙脚乱的 什么样的会手忙脚乱 就是你没有判断到 突然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你会手忙脚乱的 所以当有一个征兆出来的时候 一个征兆出来 我公司好像很危险 你这时候就心里要有底 公司好 把我留下来 我会怎样做 公司不好 把我fire掉 我又该怎么去做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准备 然后配合 五行 你要的十神 基本上 都不会走的太差 虽然就算是衰运真的到来 但是也依然不会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最怕的是 你根本都没有防备 你也不把他当做一回事 等到事情发生了 老师我该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事情都发生了 我能拿你怎么办 这时候我还要反问你的 都已经明明知道了 你还是让他发生了 我要问你该怎么办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希望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